肥美的小猪铺满 铺腹到处满满零钱 清脆的声响光用听的就超疗愈 硬币闪闪发亮 仿佛是一条金色地毯 不少人习惯把钱投进铺满 等小猪装满再大开杀戒 有网友分享 一天存五个五十元硬币 四年下来存了三十五点四万 不过也有人选择只存钞票 地上堆满了钞票衫 这些全是从这一大一小的 猪工铺满内拿出来的 另一名网友说 他专门存一百元五百元和千元钞 三年下来竟然也存了二十一万 存定存会全身钱 可是存自己的铺满不会全存钱 那真的要很有纪律 不然的话他就是有存没存 然后缺钱就拿出来用 多数民众认为 前存铺满是为了享受 打开瞬间的惊喜感 但想理财恐怕较不适合 实际换算使用猪工铺满 假使四年存三十六万 对比同样金额存在银行定存 以年利率百分之一点一来看 还能多领到三千九百六十块钱利息 放在铺满利率是多少 绝对是领 如果再搭配所谓的通膨率呢 那可能是倒退了 可能是被吃掉了 不少人把前存铺满 是为了享用杀猪工的小确幸 但专家指出 毕竟物价年年涨 前存猪工不止不能钱滚钱 最重要的还是无法对抗通膨 记者陈广瑞 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